李宗盛 爱这不忍 你就给我毯毙半 谁叫你把全要先拥留 小时候 奶奶教我唱过两句琴枪 觉得我学得挺快的 我家人特别喜欢这个戏 他们也特别支持我学这个 然后就送我来学这个信息 这一刀应该是八九岁的时候 因为村里的电视啥都少 村里放电影啦 放这个期限木偶戏 就提前有通知了 第一次我接触这个期限木偶戏 我感觉还是比较震惊的 因为那几根线嘛 就控制了一个木偶 一个人他在那里动 感觉非常神奇 13年的时候 我偶然又看到了期限木偶戏 我就说我要学期限木偶 我爸说可以 他就直接送我来了 我开始觉得这个是很容易学的 但是没想到我进来 觉得是会挺辛苦的 因为我唱的时候肯定就是 没有学过戏 唱的都是歌的味道 然后老师就每天给我们教 然后老师唱一句我们学一句 唱一句 学一句就这样 我在底下看我们团里人的演出 我的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厉害 然后我在上面演的时候 还是比较紧张的那种 但后来演多了就好了很多 然后就每当戏目的时候 就观众给我们鼓掌的时候 我们也是特别自豪的 人家都说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功 刚来的时候 我们老师先让我练那个基本功 因为我在那个十七八岁 这个比例也不是很好 这个木偶也比较重 所以说当时我感觉 这个还是很困难的 比如说罗汉山那个张谦吧 他有那个拉马的动作 他要有一定的惯性 我是一直学不会一直学不会 我的老师在后面说 你咋回事吗 这个动作一直做不会 我也是比较着急的 那一个动作 我最起码练了一个星期 我记得有一场演出 就是在那个第六届 全国青年母大赛的时候 我表演那个卖杂货 上场前我都检查好了 但是刚上场 他那个线就掉了 当时有个特技 要是那个线掉了 那些特技都展示不了了 然后我就特别紧张 底下做的全是同行 全国所有的傀儡系的演员 然后我就害怕 给我们河浪提前的母系丢脸 但是好的是我一直手里 捏着什么那个线 最后也就拿了一个 穿成新的那个线 反正是年轻人都不干这个 都去外面挣钱了什么的 我的朋友也都在外面干啥 都叫我去 但是我想过多少次 在心里也做了很多斗争 最后我还是说 留下吧 这奇线木偶还是我喜欢的东西 作为一名河浪提前木偶的演员 我可能要在这里坚守一辈子 我希望它发展得越来越好 走出陕西 走出中国 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让更多人了解 发扬光大 我们团长经常会说的一句话 仙系王 恶王 仙系怂 恶怂 恶为仙系 仙终生 我也想成为我们团长这个人 像个老祖宗传下来的